今天時報週刊獨家報導 他們追蹤到了二次金改 在7月初已經要大起訴了 先起訴兩個 一個中信金 一個元大 元大就是他們兄弟 大家熟悉的請送進去 買了附華金的事情 第二個 顧重量大家以為說 權貴是不是已經放掉了 沒有 這是市政是非常明確的 所以在這次陳津湖這個大樓裡面 顧重量要被起訴的 另外還有鄭申池 來 沈律師 對 我想提出兩點 我個人的看法 我認為是別有玄機 但是大家把它忽略掉了 第一個就是逸弘 逸弘剛才講 他說起訴了這兩個大金控以後 如果大家還是罵的話 他會勸陳聰明辭職 這個口氣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他以前講過什麼 他以前講 陳聰明有詞意 要死他了的意思 他都說 問死 沒死 你從今天講 我要放他死 什麼意思 我認為陳聰明 把這個案子做一個了結 讓社會的觀感認為說 你沒罵我的都是冤枉的 我其實做得很好 然後告一個段落以後 他辭職的可能性不是沒有 我覺得今天易鴻敢講 他今天放話 說我會勸他辭職 我認為他已經聽出來 陳聰明有辭的意思在內 這是我的預測 那第二點 我覺得鄭聰明這個人 當然他的配合 是扁案比較容易有進度 那當然就是站在法律的立場講 應該可以重新量刑 但是我看鄭聰明這個人 是拒絕的生理人 如果說今天阿弥是國民黨 他照做不辭 他對藍綠的關係 打點得非常好 所以這種人 但是出輸了 他馬上充分配合 我是覺得 旧法論法 當然要重新量刑 但是從做人的認證 我這個角度說 這個人實在說 你覺得有事故嗎 那就是他現在 通通坦白出來 那就是有事故 我認為 不見得有是非 這就是補自己 就是有理由就好了 他哪有說 什麼人的忠誠度 這個的忠誠度 完全沒有 所以我是認為 法官在判刑的時候 不妨斟酌一下 從這個人的個性去看 你為什麼 事情發抑前 黨都敢做 事前發抑後 黨都從事招來 但是全國的老百姓 都是這種人 你想我們的國家 會變成什麼一個國家 一方面是鄭森池坦承了 對不對 之無不言 第二個 郭忠亮自己也坦承啊 就是最重要是什麼 這棟大樓 這棟大樓如果住在高雄的民眾 在成千五半 你可能有印象 它是二十五成樓高的喔 以前啊 鄭森池他們買的時候 只有大概五億 後來賣不出去啦 中信去買 而且是阿扁開口 要他去買了 中間就賺了三億了 來 所以當然兩邊都講了嘛 所以就清楚可以起訴了 各位或許 不太了解鄭森池這個人 阿扁為什麼會幫他講話 過去鄭森池是我老長官 是我國策中心的老長官 對於他的為人 我也可以說稍微了解一點 鄭森池在1994年到1998年 陳水扁兩次選台北市長 他都有高額的捐贈 好 那個時候沒有政治獻金法 那第二次是阿扁1998年 那一次台北市長選舉選輸給馬英九 虧了兩億 那這兩億是鄭森池幫他解決掉 就是透過鄭森池幫他解決掉 這些兩億的負債 包含文宣費呀印刷費呀等啊 就是選舉經費的 大概虧了兩億 因為吳淑貞坐在輪椅上面講 啊 我們選舉怎麼還會撩錢 就是撩了兩億 就是兩億鄭森池幫他解決掉 那最重要的一次 是2000年阿扁選總統的時候 在跟連戰 跟或宋楚瑜在那邊對決的時候 最後是真的沒有子彈 真的沒有子彈 看扁嫂曾經大概四度 四度去找鄭森池 鄭森池認捐了大概將近四億五千多萬 就先後從1998到2000 這兩年多的時間 總共鄭森池他依註給扁家 大概六億五千萬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阿扁選擇鄭森池 從來沒有搞過銀行的人 去擔任趙豐金的董事長 當然這是一種酬庸 那第二個 就是說鄭森池之所以也願意幫阿扁洗錢 那阿扁也願意幫鄭森池 去解決他經濟上的問題 真正的關鍵 就是說鄭森池這個人 他政商關係很好 然後他藍綠通吃 那更重要的是說 鄭森池的頭腦之靈活 是超乎我們的想像 尤華在強調的是他以前是阿扁的一個重要金主 那現在更嚴重的是什麼 事實上阿扁執政之後 把我們重要的銀行叫做交通銀行 一個沒有管過銀行的人 讓他管這麼大的一個交通銀行 一兆多的一個銀行 讓他當董事長 後來趙豐金也由他來當董事長 就兩個銀行合併了 另外他還當了什麼 銀行公會的理事長 等於是阿扁最重要的一個金融長 所以他坦承很好啊很多真相 這時候不只是起訴啊 要把真相追清楚啊 我談鄭森池 我要把鄭森池放在一位 我們國內非常敬重的企業家 張榮花 他是張榮花的女婿 長榮企業是一個國際大企業 是台灣 我想他是台灣之光 張榮花先生的女婿 再幫阿扁搬箱子 再洗錢 這跟找一個7-11 找一個工人就做就好 為什麼你做這種事呢 我覺得張榮花先生 恐怕都會很難過 怎麼有出這種女婿 怎麼當初你也會嫁他 我的意思是說啊 一個那麼重要的企業的女婿 趙豐金國內企業龍頭的Banker 什麼叫Banker 這位在華爾街待過啊 最近華爾街是不好 形象不好 但是Banker在一個任何社會 都是一個有代表性的 體制內的 穿三箭頭的嘛 我們國內一個大企業的女婿 一個Banker龍頭老大 在搬箱子 在幫人家洗錢 欸 看一看 我的意思是說光這一點 我覺得張榮花先生 都要勸自己的女婿 一切坦白 這是自我救贖啦 這也是挽救 包括張榮花先生 在那裡的企業形象 我走到這邊就好了 剛剛大家突然談到辭職 我有個感想 美國副總統 共和黨時代 安格紐 尼克森的副手 安格紐 貪辱辭職 偏偏要辭不辭啊 鄭總統 尼克森也要辭職啊 怎麼辦 眾院多數當領袖 按照順位福特 就變副總統 變總統 這叫體制 沒有人是不可取代的 要辭不辭都沒關係 我覺得我們要維護體制為重 有人認為他要做就做 有人認為他要留住 一切由績效來看 所以我說 檢查是一體的 國家是有制度的 我們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好啦我們就看啟示書 還有整個績效 那我們要提醒大家的 前陣子很多人都認為說 特徵組是一把 估重量已經放掉了 所以講說權貴就不辦啊 今天發展是怎麼樣 這個案子是要辦他的 因為陳青虎這個東西 就是他去買的 中間的三 所以這個人是要辦的 估重量是要辦的 其實紅火案 本來就在起訴過程當中了 因為 記不記得他們的財務長張明田 那時候被上手 靠收押那一幕 那時候估重量在海外 看到之後他急於是 有那個心想要崩回來 可是後來被其他人勸阻 那當然就是說 估重量這個部分 我們要觀察 因為竟然浮出檯面 比較是像 在辦鄭森池 那紅火案 我們就先割著不講 因為還在偵辦進度當中 那我要講就是說 這個鄭森池 每一次到特徵組 被偵訊的時候 你從來沒有辦法拍到他 所以是非常隱貴的 所以今天時報週刊算是 長久以來我們對鄭森池 好像銷聲匿跡一樣 我們很多揣測 今天得到一個解答 至少就浮出檯面 是陳青湖 構地案 這個大樓這個案子 是有在辦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鄭森池跟扁家關係 還牽扯到 他跟這個葉勝茂 因為他在 葉勝茂在這個 就前調他局長 他在這個 桃園站當站主任的時候 因為難砍機場 有一塊用地 所以他這個地緣關係 鎮商關係 這樣建立起來 然後葉勝茂還是他 推薦給扁的 那這是題外話 那我們要講就是說 洗錢會議 2006年5月的洗錢會議 其實我常講說 黃芳燕 馬永成 另外還有一個要角 就是鄭森池 所以再加上 我們前面講他跟扁家的關係 所以他不以為怪 那我要講就是 元大那個案子 我們本來想說 這麼多案子裡面 元大是比較明朗的 元大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來 蔡文你要補充 鄭森池跟陳水扁的關係 事實上 比我們想像中還要獨特 因為陳水扁的用人 有一個很特殊的操作手法 都敢給 然後會要求回報 鄭森池先生 當時離開長榮的時候 事實上是非常的不得志 他是不得志離開長榮 大家很多人都清楚這個狀況 然後陳水扁看到他不得志的時候 就拉他一把 就給他當交通員董事長 一方面拉他一把 一方面報答他曾經在選市長的時候 鄭森池幫過他的忙 所以阿扁是一個敢感謝 也敢提拔人的人 他提拔完了以後 他跟鄭森池講說 吳淑森要洗一點錢 你鄭森池怎麼不幫忙嗎 這個時候就無法要回饋 所以陳水扁很善於操作 這個人性的弱點 所以鄭森池就在這種 又拉又吸又壓力底下 就慢慢慢慢被捲進去 所以剛才鍾信兄說 以他岳父的心情來罵他 我那時候我如果沒有記錯 他那時候跟他岳父關係 是搞得非常僵的說 那這種人性的弱點 剛好被陳水扁利用到了 來 又阿扁 那我幫蔡委員補充一下 事實上鄭森池跟阿扁是有關係 但是就我所了解 關係沒有那麼密切 真正密切的是吳淑貞 因為這些錢都是吳淑貞交辦 那其次那我必須這樣講 鄭森池先生也當年做了一些 對不起張榮發先生的事情 當然這些事情我不方便講 那我知道 好 那張榮發先生 對於鄭森池的確是很關愛 甚至於他曾經把陳水扁的 所謂的助理的經費 31個助理的經費 對不起 都是由鄭森池先生支付 外傳都是張榮發 那我知道的都是從鄭森池 張榮發是透過鄭森池 換句話說 鄭森池是張榮發跟陳水扁的 一個對話的窗口 那真正關心密切的就是吳淑貞 因為這6億5000萬 全部都是鄭森池親手交給吳淑貞 好 這次準備在7月初要起訴的 不是只有中信插旗 趙鋒金買什麼陳清福的案子 裡面菇仲亮跟鄭森池 袁大馬家的兩個兄弟 今天在這個新聞過程裡面 有一段話非常的令人毀疑所思 之前大家記得嗎 菇仲引說被叫去罵 罵說什麼 你要趕快處理 沒有的話你還繼續要去吃護花精的話 我推土機就開到你家去了 這次是什麼 阿扁跟阿貞的幕僚出來跟他們兄弟講 你敢去吃護花精看看 你去吃的話 你看馬家在不在 我們等一下討論一下 我慢慢回來